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他们是非法滥重转基因的后台 中国人受转基因的荼毒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农业部 而且这些人呢就是不光没有职业操守 没有专业水准 还没有基本的良知 没有基本做人的良知 满嘴谎言 从部长开始 你看到我今天发的这些照片 这就是在他们农业部的食堂里面拍的 农业部的部长 副部长这些人 他们吃东西就要吃这么好 连腐竹他都要吃非转基因的 大米他都要吃特供的 这个鲜鱼要吃野生的大鲜鱼 重点你看 你不是看那个15年的茅台和那个高档拉飞 那对他们来说都是小意思 重点你看那个吃了一口的那个龙虾 那个就是农业部长韩长富吃的 吃了一口扔出来了 我觉得观众一定会奇怪说 你怎么知道是他吃的呢 你怎么知道他才吃了一口呢 哎 这个时候呢非常巧 因为呢给他们当厨师的这些人啊 战战兢兢 就怕做这个东西他们不爱吃 他们是拽脸子 他们说不好听的话 就怕他们批评 所以他们把这些菜做完端上去以后就特别关注 这部长吃了多少 而且部长吃的时候说没说好吃 或者不好吃 谁能听到呢 上菜的这个服务员 所以上菜的服务员呢 经常呢还要代为转告 告诉这些厨师说今天部长怎么说的 明天部长怎么说的 那天给部长端进去的龙虾 他吃了一口就给扔出来了 然后服务员说没说原因 他可能那天不想吃 他就扔出来了 然后这孙子啊 叫韩长富 在这个全国这个两会上 那个装逼装的简直啊 转金的东西我也吃啊 具体来说就是吃那个大豆油 是让你管理转金的 不是让你吃转金的 对 啊 这你没弄明白 第二呢 说非法滥中 他说我们中了很多国外的这个转金 发现了啊 哎 巧了 一查他在国外有安全证书 满脸那个得意洋洋的那种傻笑 真是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干部 这个部级干部 啥逼到这样的 这也真是罕见了啊 他在国外有安全证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在国内生产的这些都有安全证书 你出口的了欧盟吗 出口的了美国吗 出口的了日本吗 出口的了非洲吗 自己有自己国家的安全证书就可以在别的国家随便种植吗 那安全证书呢 荷兰还有大麻的安全证书呢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到中国中啊 这基本常识都他不懂 你还当农业部长呢 这个蠢货在这 啊 嗯 就这种一点本事没有啊 这个一点脑子没有 就这种人啊 经常能在这个中国官场上平步清云 可能在这个中国官场上不需要脑子 啊 因为你又有人发现你有脑子 就想敲烂你的脑子啊 所以就韩昌复这种 没脑子的人就特别适合在中国官场这个混 我估计他还得往上升呢 我先把话放在这儿 有一年我参加这个全国两会的这个双周论坛 嗯 就是两周一次的这个会议 这个双周论坛呢 这次呢 就是谈关于转基因的问题 那么嗯 我带着自己的资料 然后和其他的这些专家 对面还做着这个农业部的副部长 主持会议的呢 是于正生主席啊 这副部长叫张涛林 就胡搅蛮柴啊 他居然说什么啊 他居然说我们对转基因这个作物的检查啊 一直到县里我们都有这样的这个人员和设备 结果我还没说什么呢 这个呃 于正生这个主席哈 就笑了 他说你别说这么热闹了 说没可能啊 说我在省里干过 我知道你什么能直通到县里啊 啊 你这说的有点过了 就说这个张涛林撒谎 结果这个现场的这个北京市农业厅啊 北京市农业局就说 我们没有分辨转基因作物的这个机器 我们没有 这等于也是在抽这个张涛林一个大嘴巴 结果呃 这个呃 国家那个就是港口 叫什么港口那个就出口检疫中心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 这也是抽农业部的大嘴巴啊 就这么公开撒谎 而这个人呢 这个农业部的厨师啊 他告诉我 说这个人呢 特别爱吃海参 而且爱吃那个野生的最高档的这个海参 但是他是富国啊 他他达到不了那个级别 他所以他吃不到那个最好的海参 他因为这时候跟人家这个炊事员啊 在这个跟人拍桌子 训斥人家 嗯 就逼着人家给他做那个高档的海参 嗯 当我揭露这个农业部的食堂 说你们用的都是非转基因 啊 你们吃的都是特供 然后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人家就问这个副部长叫张涛林问他们 说这个 人家说了 说你们农业部吃特供 呃吃非转基因 你猜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们农业部食堂吃的东西 都是在市场上买来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也觉得无耻吧 当然是市场上买来的 对不对 你哪哪个市场上买来的 关键是 对不对 全世界的市场都叫市场 对不对 对 我们老百姓是在早市上买来的 稍微有点钱是在超市上买来的 你那个是从哪买来的 你那个半人多高那个快一米了 那大大野山深 你那是从哪买来的 从哪个市场买来的 花多少钱买来的 再说 市场上能卖的东西 你就能吃吗 你怎么不掂量掂量你什么级别呀 你不是老 天天号称是这个什么老百姓的 什么仆人 为人民服务 你不天天嚷嚷这个吗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不要有太高的要求 就能说偶尔的能说一两句实话就行 不能从头到尾 就永远是一个孙子样 而且真是得跟这个政府相关部门说说 这么重要的这些岗位都交给这些人 老百姓不放心 里面应该不放心 还是找点好人 找点真的为这个国家操心 为老百姓操心的人来做这个岗位 这里是我崔永远在油管唯一的发布渠道 这里发布的文字视频都是我独家授权的 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您有什么意见指示 有什么希望我跟您交流探讨 都可以在这里留言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